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从位高权重到加密身亡 梁记的人生轨迹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为您讲述 江鹏品读资质通鉴第三部第九集 跋护将军 今天咱们来讨论一个东汉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跋护将军 东汉后期有一位辅政大臣 名字叫梁记 此人有个外号叫跋护将军 为什么称他为跋护将军呢 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这个人平时张扬跋护惯了 做事情一点忌惮都没有 非常的专横 不仅是在普通人面前 连在皇帝面前他都是这个样子 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所以当时有位小皇帝 就是东汉的汉智帝 汉智帝有一次在朝廷上看不惯他 看着这个梁记他就说 此跋护将军也 说这真是一个飞扬跋护的跋护将军 跋护将军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梁记一听 你看这是说小皇帝对他有看法了 对他不满意了 梁记心里也非常不痛快 就因为汉智帝说了这么一句话 后来梁记就让人把这个正读 咱们古人所讲的引证止渴的正读 祸在那个饼里面一起蒸了 让这个小皇帝吃了 小皇帝吃完之后就死了 由此可见 这个梁记果然是非常跋扈啊 连皇帝都敢毒害 那么这个人有什么来头呢 这样的事情都敢做得出来 我们先从他的家事开始讲起 梁记这个人呢 跟咱们前面几讲里面曾经提到过的一个贵器 名字叫梁松的 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啊 他跟梁松是同一个家族的 梁记的曾祖父名字叫梁耸 梁耸呢就是这个梁耸的弟弟了 在网上梁耸梁耸两兄弟的父亲名字叫梁统 那是光武帝时代的开国功臣之一 所以是一个开国的这么一个功勋贵族家庭 由于有这样的身份 所以呢他们有便利的条件 跟皇家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儿子娶了公主了 或者说是女儿嫁进公里了 梁家跟皇家之间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我们之前讲过梁松 他不就是娶的光武帝的女儿吗 然后这个梁耸呢 他也是有一个女儿啊 嫁入到皇家 就是这个东汉汉河帝的生母 亲生母亲 后来被追思为公怀皇后 生前呢是个贵人 不是皇后 生了汉河帝 汉河帝以后啊 给他追封的一个封号 那么这位汉河帝的母亲呢 从背风上讲啊 他就是梁济的祖姑奶奶了 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后来梁济啊 他自己的妹妹啊 有一位名字叫梁娜的 又是被立为汉顺帝的皇后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梁氏家族啊 这个的确是树大根深 梁济呢 他出生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当中 这么好的一个出生 用咱们现在今天人的话来讲啊 这个是属于典型的 赢在起跑线上的 是吧 这样的一种身份优势 无疑在后来他的人生道路上啊 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和别人比较竞争的过程当中 他肯定是有优势的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忘了 有无数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啊 像这样能够赢在起跑线上的人 最后啊 不见得啊 能够完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人生冲刺 这个人生结局啊 跟你这个是否能够赢在起跑线上 好像不一定有必然关系啊 无数的历史故事 都向我们揭示这个道理 比如说他们家的祖辈 这个梁松 咱们以前不是讲过吗 前面也提到过 梁松啊 他娶的是光武帝的女儿 但是后来呢 因为自己的品德不行 行为上不检点 自己最后不还是死在监狱里吗 是吧 这样的人生起跑线 跟你这个人生最后的终点之间 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是什么 好像不是一种简单的必然关系 咱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 讲人生跑道 像梁济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一个出身的人 我们来看他的人生轨迹 看他在人生跑道上 就是从哪儿起点 在哪儿结束 看看能够给我们今天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那么我们话题回到这个人生起跑线的问题上来 孩子的人生有没有起跑线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有的 但这条起跑线 他既不是出身 也不是成绩 而是人的品性 你看梁济啊 这么好的出身 对吧 你看他在这个起跑线上啊 我们今天的话讲 占尽了优势 嚣张到连皇帝他都敢 都害 但是呢 他最终 还是和他这个家族的前辈梁松一样啊 也没有顺利地完成人生从此 所以我们这一讲啊 就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看这个历史人物和这一段历史故事 我们综合的来看整个梁氏家族的成员啊 可以说这个他们从品性这个角度来看 发挥非常不稳定啊 整个家族里面十二次出个好人 十二次出个坏人啊 并不是全都是好人啊 也并不是全都是坏人 这样一个家族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梁继的父亲呢 名字叫梁商 如果我们看史书的话会发现 梁商其实自己啊 还算是一个比较可以的人 如果我们去看后汉书当中的梁商的传记 那我们就会可以看到一个是啊 非常谦虚 非常谨慎的这么一个君子的一个形象 比如啊 后汉书的梁商传里面就提到 梁商的女儿被立为汉顺帝的皇后之后 我们刚才提到的梁娜啊 也是梁继的妹妹 那么梁商啊 作为这个梁娜的父亲 按照这个东汉的一贯的这个惯例 女儿被立为皇后 那么这个他的父亲呢 是有非常大的机会成为首席的辅政大臣 也就是成为这个大将军的 梁商当他自己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时候啊 首先是辞浪不敢接受 跟皇帝说啊 自己能力啊 各方面都不够 后来在皇帝的坚持下 下面呢 来梁商不得已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职位 之后的表现 史书上说他 每存千楼 须己尽贤 就是举药了一批有才能 有声望的官员 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么一位辅政大臣 不仅仅是这一点 还有呢 你比如说每一次啊 年成不好 农业收成不好 发生激井 发生饥荒的时候啊 梁商总会把自己的米骨 拉到城门口 政绩灾民 发放给这些受灾的百姓们 但是呢 他从不说 这是自己掏的药包 而是把他归功于国家 归功于朝廷 对于自己家族里面的一些人呢 管束的也比较严格啊 从不凭借自己的权势 去干预司法的公平性 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 梁商这个人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优点的 所以在当时 他的口碑也不错 但是这些能够代表 梁商这个人优点的事件 资质通鉴却很少采用 很多故事 在后患书里面 你看 有能够看出梁商这个人的很多优点 但是跑到资质通鉴里面一查 很多故事却没有 而且资质通鉴啊 他也没有明确的赞扬 说梁商是一位梁府 是一位先梁的府城 这样的话没有 我们找不到 在资质通鉴里面 实际上只重点讲述了梁商的两件事 一个是关于他这个人的性格 梁商这个人性格优柔 没有决断 虽然身居高位 但是对于不正确的人和事呢 却不能财政 第二是梁商啊 在他临终之前 有一个伯葬的遗言 提倡伯葬呢 是资质通鉴里面一贯的主题啊 司马光一有机会 他就要强调节俭 那伯葬也是节俭的一方面啊 所以呢 梁商只不过是多一个例子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么把这件事情 刨去了以后呢 资质通鉴里面 关注梁商这个人 就只剩一件事情了 就是咱们前面讲的这个人 幽楼 没有这种非常威重的 这样的一种性格啊 缺乏一种决断力 这是资质通鉴 关注梁商这个人物的重点所在 后汉书李国传里面啊 提到梁商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梁商这个人 楼河自首 不能有所整裁 诶 这句话你看啊 资质通鉴里面 他就引用了 性格优柔的表现是什么呢 性胜若无微断 颇逆于内树 什么意思呢 这个内树啊 指的就是宦官 梁商啊 为了跟皇帝搞好关系 跟皇家搞好关系 所以刻意地去讨好 皇帝信任的这些宦官 让自己的儿子啊 跟这些宦官交朋友 但是这个事情啊 后来反而促使其中有一部分宦官啊 反过来去陷害这个梁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宦官嫉妒梁商的权威 嫉妒皇帝对他的信任 这件事情啊 你看啊 就非常好的体现出 一梁商这个人 缺乏一种自强自力的品格 第二不够危重 你要通过讨好宦官 去和皇帝搞关系 那这就不是一个梁府 或者说是一个贤臣的一种表现了 在司马光这里 当然他就没有办法 把他定位做一个 非常值得称赞的一位 附作大臣 所以这个故事你看啊 写进自自通奸以后 其实司马光 他是在一种非常批判的 这样一种角度 来看待梁商的这个性格的 那对于一些历史人物 自自通奸只讲缺点 不讲优点 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对于梁商来说 为什么自自通奸只关注 他优楼的这一个方面的性格缺陷 我认为啊 这个还是要跟梁商 对自己子女的教育 把这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梁商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 同样是缺乏这种 威重 决断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导致梁季这个人 从小就是品德不利 当时啊 有一位洛阳令 名字叫吕放 洛阳令呢 他的职责当然就是负责当时的首都洛阳 京基附近的京基地区的治安了 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啊 比较了解 对于梁济在外面的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呢 掌握的也比较多 梁商在家里呢 反倒不一定知道 别人知道了也不敢跟他说 这个吕放呢 他觉得再这么下去不是会事情 有一次啊 他就跟这个梁商说了 说你这个儿子在外面为非作歹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你得管教管教 再这样下去可不得了 因为这个事情呢 梁商后来就批评这个梁济了 说你在外面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梁济啊 他知道是吕放告的状之后啊 结果就让刺客啊 派起了一个刺客 当街就把吕放给刺杀了 杀完人之后呢 为了蒙蔽他的父亲啊 为了蒙蔽粮商 所以又抛出一个话头 说吕放是被他原来的一些老仇家给杀掉的 等于说是自己杀了人 然后栽赃 他还做了一件漂亮的事情 吕放被刺杀以后呢 他又推荐吕放的弟弟 名字叫吕渝 推荐他去做洛阳丽 表现了自己 这个非常 关心吕氏家族啊 那其实也是为了掩盖他的自己的罪行啊 从这个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出 梁济这个人啊 非常非常的阴狠 有阴谋 而且下手非常狠 那么 梁浅对于自己儿子的这些作为难道 毫无所知吗 他对于吕放这个事件的真相 真的是被蒙蔽在鼓里 一点都不知道吗 我看也未必 关键还是梁浅这个人在性格上 幽楼无端 投储忌妻 所以其实他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教育自己的儿子 那也只能就任其胡作非为了 梁浅死了以后呢 梁浅就代替自己的父亲做了大将军 你看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都敢当街刺杀洛阳令 等到自己做了辅真大身 做了大将军以后 那当然更加是无法无天了 有史学家评论说 梁浅是顽固次第 却又不是一般顽固次第 在他的父亲梁浅的有意扶持之下 他曾历任黄门侍郎 步兵校尉 河南衍等等官职 可以说 纨固次第的骄横 流氓的凶残 政客的狡诈 给予梁浅一身 那么贫行如此恶劣的梁浅 在此生父业成为大将军之后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梁浅啊 毒死了 称他为拔护将军的这个小皇帝 汉之地之后 又操纵了盈利下一位皇帝的整个过程 被盈利起来的这位皇帝呢 原先的武力侯 名字叫刘志 就是后来的汉桓帝了 汉桓帝继位以后啊 为了表达自己对梁济的感谢 如果没有梁济的话 这个皇位是轮不到他的 为了表达对梁济的感谢呢 就准备制定一套特殊的礼节待遇 让梁济来享受 那么于是就召集了一批官员来讨论啊 怎么给予梁济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待遇 官员们就开始七嘴八嘴的讨论了 梁济的党余很多 这个事情又是由皇帝主导的 所以啊 最后讨论下来 说是要把汉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几位辅政大臣 他们所享受过的礼节待遇加在一起 让梁济一个人来享受 加在他一个人身上 那这些历史上的有名的大臣呢 包括西汉时期的萧和 霍光 以及东汉时期的邓瑜 萧和啊 他是西汉的开国功臣 咱们非常熟悉啊 因为他对于建立汉朝的一种功劳 巨大的功勋 萧和在世的时候啊 享有路朝不屈 建履上殿夜战不明的待遇 有个话怎么理解呢 驱就是急步而行 上朝的时候走驱步 是表示臣子的恭敬 那么萧和上朝的时候啊 不禁不用驱步而行 而且还可以配着剑 穿着鞋子 上殿去操建军王 另外的两个啊 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啊 这里面提到的霍光 那是西汉中兴的功臣 邓瑜 那是东汉开国的功臣 也因为他们的功劳 享受有非常丰厚的财富 和实义上的回报 享有非常高崇高的礼节待遇 当时的义礼官啊 他就说要把萧和霍光 等于三个人所享受的 这样的一种礼节和待遇 全部加在两几个人身上 这个事情要是让一般的大臣 摊到啊 无论他曾经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皇帝做过多少事情 贡献过多少 那也得三思一下 想想自己是不是 能够配得起这么高的礼遇 得想想你自己 有何德何能 是不是 但是呢 咱们讲的这是一般人 梁济他不是一般人 梁济不是一般人 他看到这个建议之后啊 大臣们的这个结论之后啊 他什么反应啊 他的反应居然是 游以所奏礼薄 义不悦 居然还嫌啊 把萧和霍光 邓宇三个人的礼遇 加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还觉得太薄了 这个待遇不好 太低了 级别不够高 哈哈不高兴 所以要不怎么说是不是一般人呢 除了对上傲慢之外 梁济又如何对待自己的同僚呢 咱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 当时有位官员名字叫吴树 被任命为婉令 到婉这个地方啊 去做这个地方长官 临行之前啊 上任之前啊 去向梁济辞行辞别 梁济就对他说了 啊 往这个地方 有很多老朋友啊 有很多关系户啊 你要多照顾照顾啊 吴树就对他说 将军你是国家的重臣 你应该多引荐一些 贤达良善之事 来匡补朝廷的缺失 但自我到府上啊 就四座以来啊 意思就是说 从我到了这儿来以后啊 没听你称赞过一位长者 一位闲人 反而把自己的关系户一一的 罗列了这么一大堆啊 这个也要我照顾 那个也要我照顾 意思就是说啊 这样不太好吧 又是你辅责大臣的身份吧 这么一说之后 梁济当然心里不高兴了啊 但是呢 当时呢 也没有拿这个吴树怎么样 吴树到了碗这个地方以后啊 这个人非常厉害 执法非常严明 只要是触犯法令的 不管你靠山是谁 统统按照法令 法办 一律法办 那么这样呢 由于梁济啊 一贯的自己飞扬跋扈 也纵容自己的下属飞扬跋扈 梁济的门客 在碗这个地方 因为触犯法令 而被吴树所诛杀的 积累起来 多达几十个人 这就把梁济给重重的得罪了 后来这个吴树调任为荆州刺史 上任之前呢 又去向梁济辞行 梁济啊 名义上是摆下酒宴招待他 暗地里在这个酒里啊 又放了这个镇毒 你看啊 用镇这个东西啊 是他的一大绝招 吴树刚出梁济的门 就死在这个车上了 死在自己的车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吴树这个人 其实是非常正直的 而且是非常守礼的 你看他明明看不惯梁济 出于礼节 他每次上任前呢 还是要去向梁济啊 因为梁济的身份是首席府政大臣啊 还是要向梁济去道别 最后你看 哎 被梁济给毒害了 其他还有一些政治的官员啊 因为看不上梁济的这种平行 所以上任之前 干脆就不去向他辞行了 其中有一位叫侯蒙的官员 被认名为辽东太守 上任之前就没有去辞行 梁济呢 同样怀恨在心里 他觉得你是太怠慢他 看不起他 所以后来梁济就找了个茬 另外找了个理由 把侯蒙啊 给腰斩了 大家看这位保护将军啊 对自己的同僚 是何等的残酷 梁济啊 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不把同僚放在眼里 那他对待平民百姓的态度 可想而知啊 为了满足私欲呢 梁济啊 曾经一度 劫掠了数千名 梁明 把他们劫掠为自己的奴婢 对外宣称呢 这叫自卖人 意思就是他们自己愿意 卖身给梁浦的 同时他还圈了一块 将近千里的 这么一块大的一个地盘 这么一片土地 作为自己的灵院 这还不够 还专门设置了一个 围了一个数十里地的 叫兔院 在里面养兔子 每个兔子 他的这个皮毛上面啊 都揽上色 作为一种标志 有一个西域来的胡商 不明就里 误杀了这个兔院里面的一只兔子 因为这件事情啊 后来被梁家的人知道 千连进这件事情 被处死的 达到十多个人 不仅仅是对待外人 手段这么残酷 梁济对自己的弟弟啊 也是不加颜色 曾经有一次啊 梁济的两个弟弟 私下派人到梁济的灵院里面 去打猎 这个事情让梁济知道了 因为这个事情啊 两个弟弟有三十多个手下 也被梁济给处死了 所以大家看啊 又这又是一个多么暴虐的一位 霸护将军 对于这样的一位权贵啊 生活上的奢侈腐化 那当然就是不在话下了 也不难想象了 生活上面 梁济他不仅自己非常奢侈 非常腐化 他还有一位太太 跟他竞争 竞争什么呢 竞争谁更奢侈 谁更腐化 梁济的太太名字叫孙寿 有几分姿色 史书上称她 善为妖妹之态 梁济啊 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就怕自己这个太太 老话叫一物降一物 梁济大兴土木 为自己营造载地 他太太呢 就在这条街的对面 梁济在这条街的这面造 她的太太在街的那面造 也是大兴土木 兴造载地 相互地夸耀 比谁更加奢侈 历史上 穷奢极此相互炫耀 斗富的这样的一种权贵 这样的一种 贪腐分子啊 是不少见啊 但是你一般来说 斗富跟谁斗 跟别人斗啊 像他们这样 夫妻之间相互斗富 相互攀比谁更奢侈的 还真不多见 老子里面有一句名言 叫强良者不得其死 对上如此傲慢 对同僚如此的残酷 对百姓如此的暴虐 生活又是如此奢侈腐化的权贵 到最后一定是会 有人出来收拾他的 出来收拾他的人 不一定是好人 但是呢 天道循环 报应不爽啊 我们这个老辈都经常讲这个话 兢兢业业 克勤克俭的 未必有三宗 但是说 无敬畏 无顾忌的 一定不会有三宗 没有人能够逃得出 这个规律 梁继做了二十多年的大将军 专横跋扈 霍乱朝纲 雄奢吉欲 为所欲为 这二十多年 是东汉外戚掌权的 丁盛时期 也是梁继 及其家族的 黄金时代 然而天道循环 盛极则衰 恶观满盈的梁继 最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梁继把持朝政二十多年 史书上称啊 这个人 微行内外 百聊侧目 莫敢为命 天子公吉 而不得有所轻欲 什么事情都是他梁继说了算 当时的皇帝啊 就是这个汉环帝啊 都没有发生的机会 对这样的一种状态 大家想想看 这个汉环帝他满意吗 那肯定不满意啊 梁继当权的时候啊 有不少富有正义感的 一些官员和学者 曾经写奏章弹劾过他 抨击他啊 弹劾他 但是呢 都没有能够撼动 没有能够有效地撼动 梁继的地位 但是随满则意 月盈之亏 这是自然之理 没有人能够永远地强悍下去啊 尤其是这样不讲理的强悍 后来啊 有一位掌管天文星相的官员 名字叫陈寿 他呢 利用灾疫 日食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通过宦官 向汉环帝敬言 认为导致这些天灾 导致这些天变的 罪魁祸首是梁继 汉朝人啊 他是相信 天象跟人事之间 是有一种对应关系的 如果发生了异常的天象 或者说是自然灾害 那一定是人间秩序当中 有某一部分出问题了 承受的官职是太史令 太史令啊 他就是一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观察天象 解释天象 梁继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 他就暗地里指使当时的洛阳丽 把承受给收补了 在监狱里面严刑拷打 最后承受就死在这个监狱里面 那这件事一发生以后 汉环帝对于梁继的态度啊 就从不平转向了愤怒 梁继的人生也因此逐渐逐渐靠近 终点站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 汉环帝还是迎刃不发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皇后 汉环帝的皇后啊 其实也是梁继的妹妹 梁继的另一个妹妹 延续二年 也就是公元一百五十九年 那一年啊 汉环帝的这位梁皇后去世了 汉环帝就开始密谋 要减除梁继的势力 因为梁继的势力遍布草野啊 汉环帝也是不敢造子 到处是他的耳目 有一次啊 趁着上厕所的机会 没有其他人 汉环帝就叫来了一个 自己非常信任的宦官 名字叫唐恒 他问唐恒 他说 你知道外面有哪些人 跟梁继关系是不好的 唐恒啊 就举出了四个人的姓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他们跟梁继兄弟的关系非常不好 汉环帝就把这几个人一起叫来了 加上唐恒一共五个人 全都是宦官 汉环帝就问他们 说你们愿不愿意同心协力 交出梁继 拔平他的势力 五个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好 那么这个汉环帝就跟这五个宦官密谋 定盟 定下盟约 我们这个同心同力去消灭梁继 跟他们一起盟事啊 如何盟事呢 其中啊 这五个人里面有个宦官名字 叫善操 汉环帝就抓住善操的手啊 把他的这个手臂啊 咬得出血 用这个血啊 来读咒发誓 这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啊 因为一般你这个主盟者 要用血杀盟的话 你要么是有这个 事先有准备的话 杀 杀牲口 杀鸡 对吧 没有准备的话呢 你要这个 从人身上咬出血 一般都是咬自己 自己指头咬破一个 或者哪儿咬破一点 用这个血 汉环帝特别有意思啊 他觉得这个咬自己太疼了 所以抓过善操的时候 把人家给咬破了 也算这个善操比较倒霉 总之呢 这个同盟是结成了 以汉环帝为首 有五个宦官 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梁继啊 他也是有嗅觉的 他就感觉到 可能汉环帝最近 对他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 跟以前比不太一样 就怀疑汉环帝 要对自己不利 于是也派了自己的一个 比较信任的 一个宦官 这个宦官名字叫张运 派他到宫审里面去值班 一方不测 看看里面有什么情况 有情况的话 肯定是要他及时通报了 这边能够做准备 结果汉环帝这边的人 也是非常警觉的 这五个和汉环帝定盟的 宦官当中有一个叫剧院的 这个人非常警觉 一看张运进来了 知道他是梁继的人 是梁继的心腹 不该他值班的时候 他进宫来值班了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所以啊 就先发制人 抢先下手 把张运给逮捕了 而且给他案了一个 图谋不轨的罪名 汉环帝呢 他也就趁这个机会 把所有工程里面的福洁 全都给收缴了 并且命人操持兵器 把宫廷里面 办公的地方 全都守住 又派人啊 率领军队团团围住了 梁继的府邸 抑郁收缴梁继的大将军印 那梁继呢 他不知道事情会来得这么快啊 所以呢 还没有准备 当天就和他的那位太太啊 和孙首一起就自杀了 接下来梁继的儿子 几位占据药精的叔叔 还有梁氏家族 以及他太太孙氏家族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全都被收拿 史书上说是 五掌少接气室 也就是不论老少 全都被执行了死刑 之后被清理掉的朝廷官员里面 多达数百人啊 朝廷为之一空 可见梁继在当时势力有多大 汉环帝剿灭梁继的时候 因为他是跟宦官密谋啊 所以很多公卿大臣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过程当中 字书上说 官府势力顶沸 数日乃定 外面都不知道发生什么 不仅老百姓不知道 连公卿大臣都不知道 那到最后大家都知道了 原来是诛杀梁继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大家什么反应呢 百姓默不称庆 老百姓都鼓掌叫好 所以大家看 你这个一个人啊 做人是成功还是失败 看你这个死了以后 别人是什么反应 当然死了以后 这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别人就看在眼里了 你说一个人要死了以后 还有人叫好 还有人鼓掌的 那这个做人也的确够失败的 是吧 梁继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死了以后 百姓默不称庆 梁继被灭以后 超出家财三十个亿 有了这笔收入以后 汉环帝减免了当年老百姓 一半的租税 减一半 全国的老百姓的租税减一半 可见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 这就是我们想起啊 之前向大家介绍过的东汉中期的一位名称杨正 杨正 他的这个奇家理念是非常独特的 我们以前向大家介绍过 杨正认为家族传承 他不靠财富 不靠官位 而是靠品行 靠文化 他要争执家产案 留给子孙 他拒绝 他说要留一个清白的名声给子孙 他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财富 所以红农阳士 四世三公 百世流芳 你反过来看这个梁继呢 不仅一生的心情化为乌有 而且成为历史上声明最差的人物之一 谁智慧谁愚蠢 不是一望而知吗 我们把这个话题啊 还是回到开篇所提出的人生跑道这个问题上 梁继啊 大家看这个人 他这个起跑线的优势够厉害的了吧 对吧 但是在起跑线上有优势就是一切吗 那就需要我们认识清楚 人生跑道上真正关键的助力器是什么 我们通过杨正和梁继对比的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说 真正的人生跑道的助力器 是文化 是品性 而不是金钱 也不是权势 所以大家看啊 梁继的父亲梁伤 虽然他自己的品性是不错的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由于在教育上的失败 你看最后梁继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对于整个梁氏家族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后汉书的作者范叶 他就曾经批评过这个梁继 他不是直接去针对梁继 而是针对梁继的父亲 批评梁继 说他在教育问题上没有把好关 他说梁继这个人啊 清澈涅沉 传宠凶事 以致破家伤国 而起突然灾 讲的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这番道理 好 我们这一讲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